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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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追 站住 快跑 把石研上来了 大宝 把玉璧留下 抓住他们重重有赏 是 站住 站住 快 站住 这部 快撤 这边 站住 把玉璧留下 快 站住 站住 别怕 我受伤了 你兜不过他们 快把一戏给他们 蝶子给我硬的 兄弟们 一起上 上 上 快 站住 快 你住了 站住 是官兵 站住 快 臣爷救命 郝俊俏的夜奔红服 站住 臣爷救命 那伙人是山贼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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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干坏老子的好事 兄弟们 上 上 上 是 借下有救了 是 七下有救了 老大 大哥 来 算你点子硬 今天给你们也走 兄弟们 撤 快快 撤 撤 撤 快 走 走 多谢山医 仗义相交 客气了 大侠 我们镇的逃难 求您相送一程 我还要要事在身 你二人若无去处 到云阳投奔孙芝县 报我的名字 翟六 撤 翟六 妹妹有她的消息了 嗯 有 不过 要奉劝你一句 翟六她有靠山 难道又是孙芝 孙芝是吕欣天 以她的地位 自然不把你一个气质 捕快当回事 可那群欺言富士的官僚 定会把坑你 害你 当作是讨好孙芝的筹码 险上饿水都闯过 不怕 不怕 铁姐姐 妹妹之所所在 我仍不便与你有过多的往来 你可去四川聂司府找张成 张成 聂司府千事 路途千里 姐姐保重 陆有山崇水赋 亦有柳岸花明 万道雄关 我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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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雪又来新郎 官府不问不理 舵主 告了无数次了 等遭遇跟在县衙里一样 逼她们离 今夜动手 绑了三弟的支线小姐 天启 住手 公子 穿 鲏 区 坏 晉 宋 驾 大人 小姐被掳了 什么 谁干的 问你呢 大人 大人 学生也是刚刚返回 我已查到 钦差已经到汉中 确定要去重庆成都良府 可是为人定失踪之时而来 尚未谈命 宅六前日从剑阁来过成都 那现在呢 在云阳当差 是知县的师爷 彩花贼当师爷 是潘台亲建的 不知有史给县太爷举件师爷 小姐 你该为难了 走 去医药 嗯 撤 妹子 又来告状了 差爷 我不告了 刚才那位女子像是铁飞花 是的 先前的通缉令上有她的画像 差爷 他跟张千世说什么了 嗯 这个 驾 驾 舵主 岩家码头来信 科学打探到 铁飞花来云阳了 受谁指派 聂司府千世章城 不过 牙医只听到了铁飞花最后一句话 舵主 铁飞花活到现在 是不是跟官府偶断私连 暗中充当鹰犬呢 绑架孙梦瑶才三天 消息就传开了 不阵拦他 是他来意 何处不阵 鹰坛老林 禁云阳城 那是唯一的路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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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儿 小心 log 啊 啊 rzeczywiście 喝 has 是哪路英雄豪杰 我铁飞花在此有礼了 铁飞花 说出此行目的 饶你一命 都知道是铁飞花 还这么大的口气 先量民身份再说 既然敬酒不吃 那就吃罚酒 姓柳的 放了我的人 缺姓缺德的 放我们一条路 好 柳儿 放人 我不 他们有弓箭 我不在背后下手 我不信 这阵势 全是卑鄙阴损的套路 江湖上搏命 斗智斗勇还斗狠 你家小姐懂 柳儿 放人 万一他们不讲心意呢 信不信 都要赌 没错吧 一帮出尔反尔的家伙 我只想知道 你此行的目的 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 拿哪个钱财 替哪个消灾 不能说 万一是翟六的同伙呢 那就是 阳入虎口了 此行 我只为捉拿 采花贼 大人 怎么样 派兄弟们去查了 没有小姐的音讯 没有小姐的音讯 孟儿 孟儿 报应啊 为何不杀了他 我们又不是采花贼 我猜他 可能是为了失踪女子而来 速将孙梦阳 卖给过往传家 好 不过铁肥花 到云阳 是来抓采花贼的 如果让他知道 风险可不小啊 正因为他来了 才要尽快脱手 事情办妥 你去毕家巷 不用回避 虚虚实实 让铁肥花猜不透 好 多主你放心 我自有办法 多主 我已经传科学回来了 好 你不要露面 让孟盛盯着铁肥花 探明是来抓谁的 嗯 那女子听说我们来抓采花贼 才没下杀手 是什么人哪 每个陷阱环环相扣 能杀我们却又不杀 看来 不像是翟六一伙的 翟六是仙太爷的师爷 还轻易碰他不得 我们先拜访孙中 探探翟六还有哪些根基 再查昨天那伙人 来来来 这是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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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各位父老乡亲 这么个世 我看不下呀 这是什么事 你听说了吗 三天前啊 又有女子失踪了 这什么地方 大半年丢了六七个女子 如此大案 上司在聂司府 居然没听说过 为何无人告状 小姐 这 先找客栈再说 小姐 这附近好像只有一家客栈 那我们就住这家吧 两位姑娘是要住客栈吧 我叫慧娘 是这家店的老板 走 里面请 焦师傅 菜车在外面 让伙计收好啊 好嘞 张伯 把两位姑娘的马切到马就 好嘞 您放心 这边请啊 慧娘 我刚才在街上 听到人们议论说 云阳城经常有女子失踪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一失踪就没了音讯 等苦主寻来 官府才知道 你们可要当心哪 就没有抓到过吗 每年都有失踪的 可没查出过异状 来 这边请 一定要设法查到 学生以为 不能闹出太大动静 得想想您的前程 还得思量孙家的门风啊 我悄悄问 请大人另派人去重庆府 探明钦差来意 来 来 里边请 那你们先休息 我去打些洗漱的水来 多谢 小姐 这么多失踪女子 我们又能挣钱了 是街的声音 铁飞话不语 是放我偷听 陆大哥 来了 交易顺利吗 顺利 孙家的小姐 已经被福灵的船家 买走了 那另两个官家小姐呢 正找买家呢 好 好 这礼徒劳顿 休息一下 给你们拿了些吃的 多谢 对了 惠娘 我有件事情想给你打听一下 嗯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翟六的 或者他改名叫其他名字 翟六 县太爷的师爷 不是就叫翟六吗 你认识 认识 常来客栈打秋风 县令和县城也不管管 这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关 上一个支县离任 他又当了这个支县的师爷 当得起衙门半个家 派头大着呢 你们 是来投他的 不是来投他的 只是以前打过交道 算是顾交吧 老板娘 翟师爷要了红闷狗肉 说是给柴爷 带在路上吃 好 听他的吩咐 肉已经下锅了 翟师爷让你过去一趟 好 那你们先休息一下 多谢 客气 走 小姐 怎么不向他多打听 一些翟六的事啊 云阳城不平静 我们还没到 就来个下马威 不能随便打听 柳儿 你去看看 师爷 你又外出啊 您这一走 云阳城就丢姑娘 镇不住啊 他二人去重庆府 我来是交代一件事情 你给我多柳翼住店的客人 刚来了两个姑娘 看样子 像惯闯江湖的 外来走江湖的 更要盯紧 来来 老板娘 师爷 坐好了 两位柴爷 路上随便找胡人家闷烂 就是原汁原味的 云阳美味啊 把这个拿着 走吧 好 谢师爷 老板娘 走 再来一坛好酒 老规矩 一并记账 回回都记账 我这小店啊 怕是要垮喽 小气啊 一锅狗肉 能吃垮你吗 慧娘 我是在照顾你的生意啊 你要识好歹 哎 记账记账 师爷给的面子 哪是用钱 能买来的呀 我就喜欢你这份聪明 好不要脸 还是个小美人啊 哎呀 姑娘 不要惹事 他就是翟师爷 不惹事 跟他过两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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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心他身上那股异香 宅兄 别来无恙 铁捕头 不 铁姑娘 好久不见了 还是这般英姿撒爽 听说宅兄在这云阳城 八面微风 很滋润哪 城蒙县太爷看重 讨一口宫门的饭 还有人说 如今四川的藩台大人 是年的靠山 凭得什么 没什么 机缘而已 跟如此的高官成为朋友 那可是不小的机缘哪 看来 以后我还要仰仗摘兄啊 客气了 我还有集市在身 改日我在这儿摆酒 给你接风 天亮 我去送送师爷 翟师爷 等等我 刚才那个姑娘 她叫铁飞花 你们熟吗 不如我和你熟 街上都是人 那就找一个没人的去处 讨厌 轻功好 武功好 难道 她就是采花贼 我误打误撞 栽赃成吗 我打翟柳时 她的害怕是装的 身形 物法 都像身怀武功 她究竟是什么人呢 翟柳身上的弥香 是不是还用于作案 我们要查一查 这些年云阳城 有多少女子失踪 老板娘 怎么傻了 是被师爷 点中了腰间穴道 这开门做生意嘛 赢的是四方客 听的是八面风 不得不逢赢啊 清风客栈 卖的不是黄焖狗肉 是卖笑啊 无礼 卖娘 她有口无心 你不要见怪 不见怪 不见怪 大人 铁肥花来云阳了 好啊 由她查找孟儿 便多了一份把握 万一查出别的来呢 铁肥花如今一切不一 不敢触碰官府的事 那些失踪的女子呢 哼 年年都有失踪 附近的周县也有 怪不得本县一人无能 可是我有案底 只怕她是来抓我的 怕什么 洗手六年了 铁肥花敢犯横 你就报卫诉 不杀她 也得拿她 百户将她押戒进京 或许还能讨孙公公的欢心呢 那我先去百户所通过器 不过也怪 铁肥花若是来缉拿我的 怎么又对我那么客气呢 陆大哥 三姐 铁肥花去了县阳 果然是官府应权 昨天不该留情 不急 咱们在社群杀她 陆大哥 我先去看看 梦生接应 好 来 铁肥花求见 请 是 仙太爷 民女途经此地 看到街上有告示说有女子失踪 窘迫之下 想尝尝此案转些盘缠 不知仙太爷是否答应 太好了 仙太爷急功好义 真是云阳百姓的青天啊 宅师爷 您我也算是顾骄 恕我冒昧地问一句 女子失踪之时 女子失踪之时 你身在何处 再回云阳到道土上 有牙役为证 实不相瞒 三天前失踪的女子 正是小女 什么 好 好 仙太爷要是重赏 我必当效力 查出此案 本县赏银百两 梁尚君子 莫非 你知道孙小姐的去处 怎么啦 大人 我故意大声呵斥 引得翟柳出去 是有一事要问你 请讲 翟柳当师爷 是你受上限之命 还是早跟他有故交 是 是潘台他举荐的 不过翟柳 颇有些能耐 你为何特意问他呢 翟柳是采花贼 好 玩笑大了 这事儿 你该去问潘台大人 以我现在的身份 怎么可能见到潘大人 可是我怀疑 翟柳 绑架了小姐 他日夜操劳 没有分神术 走 一个师爷 轻功竟然这么好 你盯着谢阳 好 房顶的瓦被人挪了 却没看见人 或许是绑匪剑 铁捕头出现 前来探封 心虚了 也有这种可能 仙太爷 我想去看看 小姐的闺房 好 请 走 再热 带 去 走 走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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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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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改身碰 再设 铁飞花 是为失踪女子而来呢 那铁飞花就势有非敌了 赶紧通知五舵主 追回三弟的支县小姐 好 宅师爷 这个房间里淡淡的香气 两日了还没有散去 这不正常 可是 跟你身上的弥香味道 又有所不同 可别往我身上扯 既然你已改邪归正 那为什么还要随身携带弥香呢 那个 我常常外出公干 以备防身 大人 学生去卫所办事了 知县大人 民女想查看一下失踪女子的卷踪 不知可否行个方便 这 这又是为何呀 我想看一下那些失踪女子和孙小姐 有什么相同之处 陆大哥 杜珠要把孙孟瑶送回县衙 船家还在吗 什么 送回县衙 来不及了呀 买主一见到孙家小姐的模样 如获之宝 接偿人就走了 那 那其他两地支县女眷呢 估计也脱手了吧 这绑的是官家的票 是重罪 不敢耽误 万一那三个小姐说出自己身份 买主会不会为了讨好官府 把人送回去 不会的 只要一出手啊 送不送都查不到咱们兄弟头上 好 好 驾 驾 铁飞花来了 好啊 大功一见 献太爷有欲 只需铁飞花查小姐失踪案 涉及其他案件 以剑月之罪拿它 好 好 好 如此一来 不能脱身 不能回头了 陆大哥说让你放心 能放心吗 万一查到兄弟们呢 一百多号人身家性命 多拙 懒心妹妹不能白死 既然官府不理 我们就该自己出这口气 我听到姑娘的呼叫声 便探猪头往外看 那人是谁 不知道啊 那个人是谁 等那船走了之后 我把姑娘捞起来 已经没命了 我想 客栈消息灵通 要是姑娘的家人来找 你们可以传传信 没想到 是你妹妹 我愧对奶奶的嘱托 我愧对奶奶的嘱托 不让 愁 我报 兄弟们不能连累 你躲起来 听说铁肥话 有轻声辨人的本事 不要被它认出来 舵主 大家拼命是为了报答你的恩德 你这样拒绝 兄弟们也会寒心的 舵主 舵主 莫小茹 南川县人 向楚楚 长寿仙 邹兰心 殿江仙 向小岚 长寿仙 这些女子通通都是外地人士 且才情出众 倒也是难为那才华贼了 能找到这么多才貌双全的女子 铁不头 查到什么了吗 又没查到你头上 急什么 县太爷让我来叮嘱你 无论找不找得到小姐 都要为此事保密 明白 如果没有人勒索赎金 那势必小姐的针操不保 这个采花贼的胆子比你还大 你们继续看 有什么线索禀告县太爷 我先回去了 等等 请你帮我传个话出去 就说我铁飞花 已经查到了一些线索 你这不是要害死孙小姐吗 事过两日 县太爷不查不问 知必是希望小姐 命违玉碎 不违瓦全 生死是小 失劫是大 对吗 是 是 请进 杜如 铁飞花找到线索了 什么线索 县衙里传出来的 我找几个衙衣问过了 糊涂 你去查 岂不是暴露了 事后想到我也怕 可当时听到这消息 我着急呀 不行 以防万一 你去躲一躲 好 小姐 你的记奏效了 有人在打听你查到什么线索 谁 曹邦白虎舵的梦胜 我跟踪翟六去他家 他刚吃过饭 就有牙医来向他禀报 赶紧过来告诉你 曹邦白虎舵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当家的应该是陆兄 走 找陆兄 不盯翟六了 翟六如果抓了孙小姐 只会在夜间行动 凭他和支县的关系 怎么可能绑架孙小姐呢 他身上的弥香 说明他狗改不了吃事 我盯着他 不止是为了孙小姐 绑架孙小姐的人 会不会是想嫁祸呢 也有可能 那个人 说不定闻到过翟六身上的香味 那个人 这个采花贼 诱骗那么多姑娘 到底为什么呢 走 来 宪太爷 听说翟六是采花贼 并不是当真持戒 两人之福 不顾离异廉耻 聘请采花贼当事业 不奇怪吗 孙孟瑶和那些失踪女子 在身份上没有共同点 这说明 是梁伙人干的 嗯 绑架孙孟瑶那伙人 另有目的 那个邹兰欣 是惠娘的表妹 失踪后 惠娘一直在告状 换了知府 告状依然无果 有这回事 那个惠娘到底是什么人啊 不要回头 那个身影眼熟 走 ディロadic 妙妮 鸣 roup袜 妙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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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回头工作 什么人 谁是鹿雄 什么人竟敢如此大胆 传我曹蒙堂好 住手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曾经的御刺神捕 铁飞花 铁飞花 他不追你 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看见你 铁飞花有证据 就是危险 从现在起 你们不要再理会我的事了 当您就陆大哥那天请 兄弟们就从心底敬你为多主了 姐姐 请让妹妹尽一份心 白虎多在 你就在 浩雪 我的一念之差意气用事 连累了大家 大家 大家敬你 愿意同你一起分担 谢谢 陆某久闻铁骨头大名了 陆多主 冒犯 我此次前来是有一事要问 孟盛在哪儿 不知孟盛 什么地方得罪了 他与支县小姐失踪有关 不可能 我们做生意的全靠官府给入 怎敢冒犯官府呢 即便是盗贼 也不敢 与官府为敌啊 宅师爷 那对男女果真来了 走 是 铁骨头 梦盛 多半是已经离开云阳了 什么 早些日子他跟我说 又惹了一些麻烦 但是就是没有说是什么麻烦 匆匆带着家眷 说是回老家一趟 当时我还在督察院 与他交过手 不料让他给逃脱了 数年间 杳无音信 前几日有他的消息 原本想要拿他 可是事情突然有了变化 一时还拿不得 是谁 我帮你 我现在已经不是骨头狼 所以不能连累江湖朋友 那我教手下的兄弟 帮你去找孟盛 找不到了 一切安排的妥贴 他们虽然仓促行事 但是计划周全 孟盛背后的那些人 比我快一步 比我齐高一招 陆多主 我们还有要紧的事 先告辞 好 就此别过 人生地书任由我摆布 你们两个跟着他 如果被发现了 就说是我派去保护他们的 是 你要去哪儿 万州的西春楼可疑 我去查 江公赎罪 你是多主 请他随性离开 江湖上还不知道 我跟曹邦的关系 我去查方便 得罪了官府 算不到曹邦头上 多主 多主 宅师爷 宅师爷 请开门 宅师爷 好像不在 我给你带 我给你带 你带 你带 我来带 你带 你带 我来带 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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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啊 人在里面 睡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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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君业 请开城门放我们出去 银夜开城门 要么有县令 县城的手谕 要么 有银子 我就出个城门 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银子没有 有剑行吗 你 刘儿 走 快追 是 追 真爷 有人 宝贝 我不顾铁飞花尽在咫尺 也要把你弄走 送上转 是 午肥 明昌 有沉药 你在哪儿 来 这么空旷 上哪儿去找翟柳啊 秦莹 你在哪儿 秦莹 声音是从这边传过来的 走 行李的 巧啊 秦少爷 为我罪啊 拐骗女子 是罪不可恕 我没能保护好小姐 小姐怎么了 我刚才没赶手睡 闻到异香就遥醒了小姐 正要提醒 不了 心如一口异香 昏倒时 好在把头埋在了被子里 醒来时 小姐就不见了 撒谎 该发该打 任凭处置 眼前 小姐被罗失大事 我员随少爷 一起去找 我先杀了你再找小姐 我的命 要留着去找小姐 少废话 快 住手 谁 铁飞花 是楚天盟的朋友吗 申不救我 小姐被人掳走了 怎么掳的 铁捕头 让我杀了这个狗贼 咱们再续交情 我在办案 要问清楚 秦少爷怎么被掳的 我们被一鼓一箱 迷倒了 一箱 铁捕头 你再护着他 别怪我对你手下无情 你阻挠办案 断我线索 更没情面 我有换问秀才 其他人给我走开 走 铁铁飞花 看来我不走你也在怀疑我 师爷 师爷 传快班保护我 保护我就是保护仙太医 去 是 铁飞花 我让你骑虎难下 员 哼 闻到了吗 菜香 咱炸溜的茗香是一个碗 可是 孙小姐归房里的香味 又是谁放的呢 你有数了 有了 陆大哥 我学位自解便过来找你了 只有杀了铁肥花 才能解除剁主的顾虑啊 可昨晚听铁肥花说 他不是来找孙家小姐的 不管他针对谁 杜准在西春楼一到 必定会危及性命的 这样 你派孟生带几个人先去 我随后就到 好 铁姑娘 秦少主 你是想杀了李如 还是想救秦小姐 当然是找到小姐了 好 那我们做个交易 我现在在云阳两眼一抹黑 我想请你当我的耳目 帮我探一下草天门的县衙 币家岗的白虎洞 还有武神街的清风客栈 好 另外 若想找回小姐 还要依次查几个人 什么人 你要探查一下 陆熊 翟六 惠娘 还有一个清宫很好的女子 你能找到小姐吗 对朋友 我绝不食言 好 我答应你 多谢 另外 我还有一事要跟你说 我们借一步说话 李如和秦小姐 是在半道上 被山贼盯上的 秦小姐身上 有一块玉璧 对吗 对 是割主夫人 给小姐留下的祖传遗物 秦小姐受了内伤 内力消失 情急之下 翟六出手相救 并指引他们 投靠云阳支险 这翟六是为义士 翟六 他是一名采花贼 那秦英他 放心 小姐他暂时无语 昨日我盲人瞎马 找不到方向 今天有了 先查翟六 大家看一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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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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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到 街道有鬼怪 他们是卫索军士 李秀才 你去找两匹马 再委屈你 给我当个行差 没问题 你去 秦小姐在哪儿 住手 铁捕头明白了 铁捕头明白了 明白了 您看到门霜坏了 便行贿 要军士官 是要防我 县他也有令 只是让你找孙小姐 否则 就问你个 剑阅办案之罪 不快跟着我 见你有异动 他们就报了官兵 我见到李秀才了 和神庙里 有你招牌的弥香味 秦小姐 是你抓的 楚天盟的公孙剑气 无美妙 秦小姐自然会是 大有用处 因此 我明知道你来了 也舍不得放弃她 楚天盟的人已经到了 你可要小心哪 刁民暴徒 岂敢跟官府作对 官兵杀了他们 百户大人 还能冒领军功 这几年 在丰都 云阳 中县 云阳 优势的女子 都与你有关 有啊 人呢 享用后都杀了 个人 你是 你 我正愁找不到证据拿你 现在你下犯上 以民犯官 以武犯进 证据确凿 公奴走 是 发弩啊 我让他顶着 铁废话 跟彩花贼同归于界 名声不好吧 少废话 让他们走 林百户 命你的士兵放下公奴 由你作证 他不敢妄为 退出院子去 撤 柳儿 姐 若不怕得罪官府 我们还用告状吗 是啊 铁废话在查到线索 后果不堪设想 可雪 铁废话是大患 我现在赶去完证 若他来打探 舵主的去向 你拖他一天再说 杀了铁废话 或者能保住舵主 我已经给万州的兄弟们 传了信 命他们保护舵主 那么多女子失踪 官府不理案 更是一殿 秦少主 铁部头来了 秦少主 你不在暗中盯梢 怎么闯到堂口来了 我的人打探到 白胡堕的人 轻招出动 恐怕曹邦出了大事 他们去哪儿了 我正想问清楚 可里边却空无一人 秦少主 你去趟县衙 翟柳已经承认 是他绑架了秦小姐 你把他骗出来 四季抓他 跟我走 他正在汽头上 你这是把他往刀尖上送啊 他既然来了 就不能闲着 我要借他 释出孙忠和翟柳之间的关系 危难之时 我在出手相救 他一定会对我死心塌定 越来越浅猾了 江湖险恶 我要仁慈就得死 那现在去哪儿 找慧娘 查他的武功 查他和曹邦的关系 三年告状一无所获 会不会报复呢 孙小姐是他劫的 要拿到证据 这殿还开吗 开 照常开 舵主对白火夺恩注入山 我们就算全军覆没 也要保护他 这殿 今后就是舵主养生的根本 大白天关门干什么 他们来了 你应付 开门 你们是谁 你是谁 我是丫鬟 你们是打架还是住店 找老板娘 老板娘在睡觉 我一夜没睡 回房不行吗 姑娘 你住哪个房间 哪儿去了 他验寿翟六的亲密 虽说是装的 可俩人贴近 能闻到翟六的香气 搜 你们听着 一队到衙门街对面 一队到后面 一队原地带命 其余的 给我从大门出去 是 走 翟师爷 你请县太爷 穿上官服出去 我不信 楚天盟 敢无事王法 小姐 我看你 我看你 小姐 你看 尸尖质地 和上面的花 跟留在孙小姐房里的那张尖一样 有见识了 慧娘栽赃也不是没有道理 假如翟六和支县为了真丽闹过别扭 她绑了孙小姐 能警告支县听她摆布 还要看出什么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尸尖 是不是都是她制作的 这些尸尖和香料是正物 我们要问过慧娘再说 先去救秦少主 走 斩六 斩六 你这个淫贼 我回来再给你解决问话 携带兵器 关府门前闹事 你们哪来的狗胆 彩花大盗 人人得耳诸致 你有这个本事吗 还敢听铁飞花胡咽乱语 找死 何人在此喧哗 大人明鉴 此人是彩花大盗 抓了我家秦盈 有何罪证 何人作证 是铁捕头铁飞花插的 铁飞花一见民女 凌驾于县太爷之上 擅自插手地方事务 这是重罪 按律当斩 刁民听着 立即放下兵刃 跪地受服 过档 铁飞花 你 狗官 是车去弓弩手 还是你人头落地 你选 车 车 快车呀 走 走 走 孙志贤 如果你不放了他 我会把你规格之事 当街说出去 好 放 我放 斩六 你也退后 多谢铁捕头 多亏了铁捕头 铁肥花 是 鞋持百户 要挟支线 你再进南逃了 是吗 那我还要做一件 更过分的事 林百户 你不住手军团少所 拥兵进城 是想谋反吗 支线 你身穿官服 却不在堂上 有违阻制 是谁给你的担子 敢辱莫龙颜 该当何罪 本贤正是维护朝廷尊严 才出来呵斥这些刁民哪 鸿武二十四年 定百官一位 出刑两人 成化元年 定外官引导 该两对 你带了吗 是谁给你的担子 敢辱莫先皇 说 大不敬的罪呀 谈你三次都不嫌多 本贤一时心机 才有这般大逆不道的心情 辱莫朝廷组织的事情 我可以不外传 也不会给我 督察院的朋友讲 不过 今天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跟我去一趟 清风客栈 让拆仪把官教抬出来 臣 走 走 大人 杰妃娃 你 大人 臣 臣师爷 传教 遵命 臣师爷 有人叫我送信 去 秦尚主 请你带着众人跟我去客栈 好 走 走 走 谁传的信 信里说的什么 进风客栈的老板娘 在城隍庙找到我 让我过了五十 把信交给翟师爷 我 翟六 我没想到 女子失踪会和官府相关 只恨你平时敲诈勒索 百般调戏 才仿佣你身上的香气栽赃 如今 我知道你是采花贼了 你若不想败了 独自来万州西春楼一会 孙小姐失踪 是另有人所为 能不能找到她 全凭运气了 听天由命吧 对自己的亲生骨肉 却如此冷血无情 是为了保官升官 好 我成全你 只要你告诉我 那些被拐的女子 身在何处 你无限 你一派胡言 看来 需要我把你们二位大人 为之的事情 尽快地派人 传往京城 不可不可 县令老爷 你就把真相说出来吧 我不能陪着你受煎熬啊 铁飞话一下犯上 辱莫朝廷命官 我愿以死相抗 要留屈担心 赵汉清 好了好了 你年缝啊 只有八十四的 一出手去给我一百两银子 配赵汉清吗 快说吧 小姐 请尚主 您带两位大人上楼去歇息 然后让姨阿姨来接她们 两位 请吧 爷 您来玩贵吗 您好 这位爷 您好久没来啦 您好久没来啦 爷 您来玩玩 您好久没来啦 您好久没来 您好久没来 这位公子 鱼已多 你边请 情未了 既得绿萝群 处处连芳草 好诗 好字啊 道台大人 就不要考究奸妾了 哪儿来的 我 老板呢 老板 老板寻常不在此处 有愿妈妈经营 她在哪里 在 在西边屋子里 招待盐运使人 你是什么道台 内枪兵被盗 内疆兵被盗 来万州作乐 鬼才行 说实话 饶你狗命 官场上都知道 西春楼的姑娘 入羊州兽马一样 远近闻名 管一卫千户 还来这里 卖过好多姑娘送人呢 大人 来人 驾 羚羊县十业宅六 奉命来万州公干 请放心 开门 驾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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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喝一口 他哥也常来玩玩 好 大人 好 好 好 我们家姑娘怎么样啊 伺候得还满意 不错 温柔可人 品香一流 谢谢大人 姑娘们赶紧的 伺候起来 好生伺候着 别动 别杀我 别杀我 跟外面的人说 有刘大人在 谁敢进来 我就杀了他 别杀了他 这个哪来的 这 这周转了好多人 买来的 不关我的事 别杀我 跟我从头到尾说来 插掉一个字 我就宰了你 我说我说 我全都说 姑娘 我实言相告 老板娘去了 万州西春楼 现在什么时辰 已过五更了 你既已想通 我不会为难你 柳儿 你让李秀才 请秦少主去万州 小姐说不为难你 我可没说 这么多高官介入 这水深得很 我劝你一句 你别淌这浑水 否则 心命难保 翟六心结的女子 藏在哪里 说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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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太阳快点 不 救命啊 怎么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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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露露脸 杀了人 不到开城门 就要官兵抓你 湛流 我查你窩子 来 装拿女贼 师爷 以她的武功见识 能查到 我把她引出来 用机关对付 是 师爷 浩雪来了 只有她一人 铁材花也来了 住在丰亭客栈 她也来了 好 找到了吗 没有 多主把万州的兄弟 打发走了 就再没露面了 看来多主下狠心了 据说天亮前 西春楼发生了人民案 激怒了几个当官的 是啊 县衙和官府正在搜查呢 这样 叫兄弟们换装 用交易图传信 记住 一定要找到堕主 是 行行好 这位大爷行行好 行行好 行行行 打发点 打发点 小姐 她在等谁呢 谢谢 谢谢 行行好 姑娘 何 boots 和拍一点 快点 过路啊 你这打发点 你的手 回喝点 师父 那片手 地牌 慢走 我去看看她画的什么 等一下 先别激怒惠娘 多谢挂念 多谢白虎多的兄弟姐妹 惠娘不能连累你们 我先走 知道有人跟踪 她还成将 是在引诱跟踪他的人 要提醒惠娘吗 不用 从义道和树林两次设斧来看 它不简单 你去告知秦少主他们 让他们跟上我 我会在路上留下标记 好 有劳三兄奔波呀 贤弟呀 事关重大呀 请差未到成都府 于兄便接到盘台书信 说要送两三位姑娘过去伺候 这不知底细 便送女子前去这妥当吗 正因为如此 才更要送 是 小姐 已经告知了 我叫你有去无回 我叫你 快来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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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六呢 在西春楼 昨夜有个叫惠娘的女人 砸了铲子 什么 她在哪儿 正在缉拿 怎么 孙兄 你认识吗 嗯 她是一客栈的老板娘 与翟六 素有往来 她为什么要砸西春楼呢 莫非 因翟六而起 贤弟 许提防 小姐 教父走了 翟六在宫位前烧香跪拜 那惠娘呢 在丁商 她没发现我 实际礼地 拖延两个时辰 只身去拜土地 莫非是有什么圈套 在等惠娘入瓮 还有奇怪的 我隐隐听到竹丝声 被拐来的那些女子 不管是做异计 还是为奴为妾 都需要调教 你怎么知道是这用茶 或许真被翟六遭探了呢 他们用翟六 用的是她的文堂武略吗 他们用的是她的采花手段 这里离县城十多里 可行罗马 拥有僻静之力 可是 谁会把房子修在这里呢 去看看 你们不配看我的剑弃武 再不听从老板吩咐 这两位大哥 可就要动粗了 楚天盟还怕动粗不成 清清姑娘说的动粗 可不是打交 是有情趣的动粗 比如 仙喉斋 好 他功力恢复了 是啊 他功力恢复了 是啊 是啊 当我这几天在睡大觉啊 楚天盟内功调膝之法 乃是穿闪一绝 首天盟内功调起来 他们先进入 词啊 只是 词 慧娘 慧娘 不要上当 你是来捉我的吗 我不知道你做过什么 但是我知道 你是在为你妹妹 打包不平 慧娘 看你往哪儿跑 慧娘 你和翟柳到底有什么仇怨 她要把我妹妹骗到西春龙 你的手下信得过 为什么不用 你说我什么手下 在林中暗算我们的人 我抓的是翟柳 救人 我们可以联手 都会有什么事 我还没关系 你来说 我用这个数据 我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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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两条路 走哪一条 那边有多小事 去看看 我可真没想到 以前不知道惠娘会功夫 更没料到 撇不头你也会来 可惜 我没走远 那又怎样 正好我亲手送你这 真六 我妹妹是不是你害的 惠娘 我爱她的手艺 谁知道她蠢啊 不好好享受荣华富贵 来到这世上 做什么 淫贼 快点小心 太厉害了 忍不 我 到了 了 了 对 小 ag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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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我有二十四只暗镖 每只都要扎在你的身上 我要看着你慢慢地死 听并话 慧娘 放着我 好 我们谈个条件 带我们去找那些被关女子 好 我答应你 这是谁的住宅 这是宣德年间刘大雪氏派人提前修建的 可是他告老还乡之后 没多久就去世了 从此家里败落 这里便成了左右惯例循环作乐之处 新今是不是来了一位性奇的姑娘 这 这里有七八个院子 姑娘们是住在西院 有专人经管 我们下人接触不到的 找到小姐没有 没有 我听说万州之州来了 楚天盟不能轻易开罪官府 你们先走 我去找小姐 既然查到了窝子 我就一定要找到小姐 走 走 师爷 师爷 知州大人和仙天爷都来了 铁肥花 你敢抗官杀官吗 他们要是护着你 你猜我会怎么做 亡命天涯的事 我们经历过 铁肥花 本县已查明翟六胡作非为 因此速速赶来 把人犯叫本县处置吧 是 那好 还请仙太爷降加口闻 看他这些年害了多少女子 那些女子又身在何处 这个自然 惠娘砸过西春楼 万州之州大人 已严审了其他人犯 查到此处 关押了多名失踪女子 又带本县前来勘察 左右 把翟六带下去 是 走 快点 早就听说 铁捕头半案如神 今日一箭果然了得 不知能否随同我等 一起前去 营救那苦命的女子呀 绵绵愿意笑了 仙太爷 翟六多刀想逃 小人心急 就动了手 我 难 blood 天吴佛刀 他们要灭口 和了 我欠惹析凶 你罪有应得 Trainer 喝 大人 郑大人戴森 不能无礼 为何如此慌张 大人 大人 有个秀才大打出手 还放走了一干女子 好 如此侠义举动 当受褒奖 可是翟师爷 看来你同翟六是一伙的 不 杀 不 不 是 我真蠢 没想到之中是去灭口的 贴不头不要自责 就算你明知他们会灭口 以你的身份也无力阻止啊 我自有我的办法 智州不是善类 我要做个了断 二位 就送到此处了 铁姐姐 保重 秦小姐 请公子听了你的缘由 想必令尊应该能宽幼的 铁姐姐 你是不知道家父的脾气 我避开我哥单独与你相见 是想告诉你 我愿意随相公一起四海漂泊 我愿意随相公一起四海漂泊 既如此 那就祝二位一路平安 好的 我愿意随相公发 你答应否 小姐 又回你 么随相公 你可求你 我愿意随相公 你不愿意随相公 你不愿意随相公 谁叫铁废话呀 谁叫铁废话 我是 有个叫惠娘的人 要我把信交给你 大叔 虎头牙在哪儿 在西山 随便找个人问一下 就知道了 多谢 小姐 信上说什么 惠娘让我独自拂云 她已经查过西春楼 想必她手上应该是有一些线索 那个话之中呢 我现在无凭无据 怎么可能 去编位一个朝廷命官呢 那无人呀 惠娘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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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江湖 不是杀出来的 你的武功我见过 依我看 我们胜负难量 那就试试 何必一见面就打呢 我只是想知道 西春楼和刘家大院的真相 还有你跟曹邦的关系 我曾出手 打救过一个落难之人 这个人是陆雄 嗯 就在盛擒南雀的时候 我妹妹离奇死了 我发誓 一定要找出真相 这个人是陆雄 你没想到 那些人 你得以为 那个人 这人是陆雄 我喜不得 是陆雄 如果你要 我朝来 下去 来 让你带来 你带来 一段时间 等我 所以你也行 是陆雄 看见 对 灭顶之灾 你杀了我 就不能再查他们 答应我 我知道 曹邦的朋友一直在帮你 就没有想到去查他 铁飞花 翟六所拐女子 经过调教驯服 大多被卖进官家 或做妾室 或做家养异计 当今 赐府大学师的爱妾 就是其中之一 那是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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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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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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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坏牛 你太傻了 你不该拿性命来换取我的承诺 路大哥 杜主在信中说的明白 他是用命来换取铁废话的侠义 用命来保护我们曹邦啊 如果没有铁废话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我杀了铁废话 我势不为人 没等 对不住了 我不知人吗 暗夜下手 陆大哥 陆大哥 暗夜下手 忻僻%& 我不冷 Dus 陆豆腐 定下手 地广 小姐 这要查呀 是逼问 你是什么身份敢闯支州府 还有曹邦的案件 你我怎么抵挡 我铁飞花 已诺千金 小姐 陈坏 两个 google 小姐 小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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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